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继雨伞革命之后 香港在星期天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抗议政府修订引渡条例 这场被称为反送中的游行 甚至蔓延到全球 从纽约到伦敦 从台北到悉尼 都出现了声援香港的呼声 引渡条例为何会激发港人的担忧与愤怒呢 在香港主权移交22年之后 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已然崩毁 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死亡 港人的怒吼和反送中的全球开花 能不能够改变现状震慑北京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 第一位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 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 桑普律师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 香港职业律师 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 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 小明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还有网友们 现在就可以通过B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 桑普律师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报道 今晚的一些最新状况 我们知道在立法会外的公共聚集区 在今晚已经关闭了 而且警察在现场不断地盘查路过的 所有人民还有他们的这个背包里的一些物品 那么刚刚我们的记者也报道 立法会的主席说 这个表决很有可能就要提前到下个星期四 而不是等到6月27号了 这一连串的发展 您觉得可能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在今晚的香港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今晚的香港就是有网路上的人士 您号召了50万人包围立法会 这个也不是民政所发起的 是网路上的朋友他们发起的 众所周知在6月29号的晚上 爆发了一场警民的冲突 这个冲突的结果是导致了300多位的年轻人被盘查 19人被捕 很多都是中学生跟大学生 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刚刚主持人也说过 在那个金中地铁站 港铁站 已经很多年轻人被警察包围 贴着墙去站立起来拔站一样 那继续你看到整个金正形站满了人 所以这个冲突的情况 是好像是见在悬上的样子 非常的紧张 那今天的情况呢 会不会爆发一个全面的冲突 我就看到11点钟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间以后 一个多小时 就看看他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我再起呼吁了 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 还是我所尊重的看法 但是我想 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 我们只能够去默默的希望他们平安 那同时我们也不会去拆他们的台 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那你会看到是金钟站满的人 一定会把人挤到别的地方 包括湾仔跟中环一带 警方会不会说故意的挑起了冲突 来导致一个镇压的出现 这个地方已经在盛销层上 大家都已经传了很久了 那未来局势怎么变化 今天晚上我觉得有发生冲突机会挺高的 但是肯定的 明天从10点钟开始 大会临阵已经呼吁 香港的市民和平理性的集结在 那个立法会的周围 希望能够在他们明天11点钟开始审议二读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 就是送中条例的时候 有一个大部分的人能够站在一起来抗议 那我想相信说这个是一个 另外还有那个罢工罢事跟罢课 也在明天开始 所以我想说这个民政研发起 下礼拜一开始 他们主导一个罢工罢事罢课 因为明天那个是从那个民间的社会 民间组织发动的 自发的发动的 下礼拜一开始就会全面的发动 那希望在下礼拜四 6月20号 一按这个预期要通过的那一天为止 要瘫痪整个香港 那施加最大的压力给香港政府 跟中共政权 这是未来局势的一个变化 是 三浦律师 我想继续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在6月9号 全世界都通过了报道 看到了走上街头的香港市民 那么主办单位名正说 有103万人走上了街头 那么港府提供的数字是大约20多万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还今天在表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这个数字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来继续的讨论 人数多并不代表 你就代表最大的民意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也显示了很多的香港民众 非常关注这个引渡条例的这个修法 为什么这个修法会引发这么多港人的关注 甚至愤怒呢 桑普律师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 以前香港人是一直渴求民主普选 从来没有得到的民主普选要争取 所以要那个2014年的雨产运动 今天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自由被剥陀 那个已经不是争取了 是已经有的一直以来拥有的自由 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那个送中跟充公的自由 现在因为中国跟香港之间的那个区隔 司法的区隔被打破了 中国任何法院可以给一纸的公文 给那个香港的政府 要求把特定的人送中 把特定的财产充公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了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所谓民主派温和跟激进 甚至跟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的一个分歧的问题 是彼此甚至是商界 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蓝的一些想法 完全都是自由都被剥夺了 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立法会的议员 石里谦先生 他旗下的一家公司 他担任那个独立董事的一家公司 他宁愿那个被没收定金 也要放弃投标 就取得机场的一个土地 可以看到整个东西都已经知道 资金正在撤出 外资 港资都已经撤出 失业 恐惧在蔓延 很多机构都想把机构搬到 搬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 比如说台湾 新加坡等等 所以看到这个恐惧会出现 正因为这样子 下一代怎么办 中年人 老年人 有钱 有钱 有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 但是年轻的一代 就是你今天看看在金中的那一代 看看他们十几岁 二十几岁年轻人 他们现在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轻人参与 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小明先生 我相信您也很关注 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一切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当天就报道了 他说这场星期天在香港的示威游行 它不仅仅是在规模上引人关注 实际上示威者的构成 刚刚桑普律师也稍微提到了 也非常引人注目 我们知道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 主要是学生领导的 学生参与的 但是这一次参与反送中游行的 却是来自香港社会各界 包括了律师 包括了商业界人士 还有许多是第一次参与抗议的中年人 那么您怎么样看待 这次香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小明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 谢谢 香港之所以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 或者说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方 就在于香港一直有完善的法治环境 在英国治理的时候 香港虽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 当然这个没有建立民主制度 是和中共当局的压力有关系的 但是香港有令大陆人羡慕的自由 就像刚才桑普律师说的 这个自由是香港市民一直就有的 它不是中共赐予的 而这次中共的修改条例 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 香港市民的自由 这个坦白地讲 已经触及到了香港民众 所有人继续存在的底线 那就是说 你能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来存在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情况下 它不是说威胁到某一个人 而是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安全 威胁到了整个香港的前途 就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 越是精英群体 他们实际上 他们的危机感会越严重 所以就这点来说 这个送中条例的威胁 它要比那个香港的那 争自由争普选那个情况要严重的多 我们知道香港能够成为国际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和香港良好的法治环境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一旦送中 那么香港的法治基础就会受到损伤 就这么来看的话 那么不仅大批的精英会被迫离开香港 还有更多的外国企业 外国公司 他们也被迫离开香港 这也就意味着香港的繁荣不复存在 这一点它不仅涉及到了 就是说一般的市民 而且涉及到了所有的 包括商业界人士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生存 这两个条件 送中实际上都威胁到了 香港民众最基本的情况 所以这当然会要导致香港各界 都会出来抗议 其实很多包括宗教界人士 这次也都站出来抗议了 实际上已经分析到社会的整体的存在 谢谢 那么桑普律师 我接下来想请教您 从法律专家的这个角度 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人说这个香港民众 是不是逢中必反 其实这个法律 是为了保障香港的社会安全 这种引渡条例 各国都有 那么为什么特别对于香港的 这次要修订这个引渡条例 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性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被称为所谓的送中条例 或者这个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 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那么对于刚刚我们看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甚至都对此表态了说 对于美国公民在香港的自由与安全 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影响 它对于在香港的外籍人士 可能带来什么冲击 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 可能主要的打击的点 是哪些人 我们可以很理性来分析 法律的问题 因为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 我们称之为送中条例 把人送到中国去 还有一个叫做 刑事事宜把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这个叫做充公条例 这是人还在香港 但是可以把钱拿走 这两个条例原先是 现在没有修订之前 是写得很清楚 不涉及到中国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他的领域 换言之 香港的人不会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或者他的机关 要他们送到那边去的 那现在的送中条例 跟中央条例就把这个拿走 拿走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就很显然的 就是中国的检察院 或者法院 或者政府部门 只要现在修订后 就是说只要他到一个 中央的地方盖个章 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 跟检察院 拿一个文件到香港来 给这个香港特区政府 香港特首先要有一个初审 然后交给法院 做一个形式上的审查 形式上的审查 就是说不涉及到 有罪无罪的判断 也不涉及到 究竟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犯上那条罪 现在有三十几条的罪行 来包括在内 包括了 包括了比方说 那个贪回落 包括那个逃税 伪造文件 甚至叛变 甚至是讲到 散播别人去那个 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也包括杀人 也包括其他的 跟女性有关的罪行 等等 三十几条 其实大家知道 中国法律要救一个人 逃税等等 比如说杀人放火 跟贵民海 他是因为肇事逃逸 而去被送中 对 那所以他的罪名 根本不重要的 重要是你那个 法律领域 是不是一个 有公平公开公正审判的 一个法律领域 包括看看中国是不是 但显然不是嘛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 所以看到 如果应用这个法律来做 法院的把关能力 非常有限 真的不像 香港政府所说的 那个是可以做 人权的审查的 即便 现在香港政府 推出一个额外保障 说是公开审判 无罪假定等等 但问题是 这个涉及到中国呀 那你说中国法律 有无罪假定 跟公开审判 早就写了 但不做而已嘛 那你这个东西 也不写在法律 写在政策 那林郑月儿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 只是政策声明 法院 中国的法 香港的法院 会考虑到 香港高级官员 做出的庄严的 政策承诺 那拜托 这个绝对不会发生的 因为香港法院 是依法办事 而不是依政策来办事的 那香港法院如果说 法律没有给他 任何实质审查权的时候 他就pick了 就可以说 勾选了一下 就丢给 特首嘛 特首最后审批 就送中了 整个过程 没有任何 那个立法会议员的参与 没有任何的消息 可以泄露 所以是好像 秘密的进行 秘密的去做 这个地方就牵涉到 很多人 人人之为 那如果说 要把一个人抓起来 来抠出 去攻出其他人 很容易啊 就是他要对付B 他先抓了A A再攻出B 一个一个把他抓起来 香港就是跟上海 北京 广州 没有两样的地方的时候 那一国两制 也就完蛋 所以这个问题 基于中国没有公平公开的审判 没有司法独立 习近平讲呢 绝不走 司法独立的道路 这个时候 香港的那个特区政府 还有什么话说呢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论 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绝不可以接受 不是因为逢中逼反 而是因为 第一对中国的法律 对那个司法没有信心 第二个是 在于我们整个法律 漏洞重重 香港政府也不愿意去补充 补充这个漏洞 就是希望这样做 这是令人家非常的分开 小明先生 我想继续请教您 从刚刚桑普律师的介绍 您大概也听到了 一个大致的情况 记者无国界组织的 东亚办事处执行长 艾伟昂先生 他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中国当局多次地表明了 不需要任何坚实理由 来惩罚批评的声音 如果香港通过了这项修法 那么北京就不需要通过绑架 可以随意地抓捕 在虚假指控下 北京希望他们晋升的任何人 所以我想请教您来谈一谈 很多人说 这个香港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抗争 就是像桑普律师刚刚说的 对中国的司法没有信心 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不能够被信赖的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但也有另一方说 这是香港部分人士 逢中必反的一种反应 您怎么看呢 好的 刚才桑普律师从法律的角度 把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了一下 其实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原因 就应该在于这两个国 这两个体制的根本的对立 所以这里边如果说把这个法律的问题 打通了 这个隔离打通了 那么实际上这一国两制就不存在 这是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 那么关于法律问题 我们就刚才桑律师讲的很全面了 所以关于这个 说我们封中必反这种说法 实际上这是一种 对香港政治市民的一种污蔑 关键问题在于 中共它制定的所有法律和政策 它完全处于一党私利 往往是违背香港市民的利益 这才是香港市民 逢中必反的根本原因 因为它这个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本身就是违背民众利益的 所以民众不得不反 那么至于说 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老百姓怎么看待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可以看待 就是说香港的司法界 大约有3000来人 参与了这个黑衣静默游行 来抗议这个修法 所以这个法律界人士 他们对这个当局的修法 有一个最专业的判断 这个可以说 这个完全可以驳斥这种 逢中必反的说法 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 就是说导致百万民众上街 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观点 风中必反的那种观点说法的话 那岂不是说这20多年来 香港市民只反了一次中吗 这个风中必反是矛盾的呀 所以他们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 而且他们实际上是把香港市民的这种 自主性独立判断的能力完全忽略掉 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 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 第一位这是来自这位名叫母产 9000万的网友 他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 香港真的是要彻底崩了 放着自由人权先不讲 光是香港世界第三金融中心地位也要崩 自由无税之港也将完了 金融商家大佬们全都要跑路了 这是全方位对香港的沉重打击 自此香港要进入地狱模式 而这位署名叫99红摩西来乱华夏的这位网友说 相信很多觉醒的大陆民众都想去香港 声援抗中共恶法 昨天看到上海的地铁车厢 贴满了中共的一线治国一法治国的假宣传 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而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说港人反送中的原因 就是由于中共高于法律 遵从毛泽东的和尚称散 无法无天 最高法法院院长周强公开说 要党控制法 对内施行逼供逼训的法西斯制度 香港一犯送到中国去审判 不就等于是送入虎口吗 最近的例子被绑架回大陆的 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 明天系的肖建华等都是最好说明 这是香港人绝对不能同意的 还有这位署名叫Chris Huang的 这位网友他说 大陆司法姓党 姓权 姓钱 香港的司法姓公正 送中法案就是把公正送到邪恶的手里 让邪恶说了算 还有这位署名叫Peter元的网友说 北京政府操控傀儡特首 媚良心的立法会议员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以合乎程序的方式通过恶法 但如果民众被充分发动 总罢工 罢市 罢客 安排好市民的最低生计 让香港变成死港 港府中联办警队和驻港部队无计可施 北京只能让步 难就难在民众的组织与发动 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 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也请您稍微谈了一下 今晚以及明天的这个香港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说现在 真的像这个立法会的主席说 要提前的进行表决 而且看来港府要让这个修法 强行通过是绝对有可能的 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香港的立法会内 这个泛民主派仍然是趋于少数的弱势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未来不管是任何有争议的法案 在香港的立法会 是否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香港民众 为此必须要走上街头来抗争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事实上这个从梁军燕 就是立法会的主席 他是宣布了6月20号下礼拜四 为那个限66个小时来做出审议 二读三读通过这个条例来看 那你知道这个是硬干的 因为最后你看到 这个香港的70位的立法会议员里面 民主派只是占少数 有些被DQ就是被开除 有些是因为出缺 现在只有27位 那再加上可能有两到三位 不同的那个原来就是亲共的那些 那个议员来去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 也达不到35票或者34票那个半数 因为在习议员要半数才能通过一个议案 所以这个是还是不足 那你看到在6月9号 那个游行完毕之后 游行是10点钟完毕 之后一个小时 11点07分 特区政府已经发出声明 他说即便有103万的市民出来 不撤回那个议案 不延期 也不再做任何的修订 同时自由党跟新民党 也分别发出声明 说他们的议员不会反对议案 他们会支持这个修订 结果是很显然的 这一次他们那个来转多 或者说那个去转变他们态度 机会很低 以后怎么办 这个事情可能会通过 可能不通过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看民意跟整个事情的变化 那显然的现在风险非常大 通过的机会是过半的 但是肯定的 无论通过与否 这个机制本来就是很有缺陷 大家知道 今年的11月 会有那个区议会的选举 明年的那个年底 也会有立法会的选举 如果大家选民不再登记 不去投票 投票率也是趋偏低的话 整个事情是翻不了盘的 只有当我们的立法会 有过半数的立法会的议员 就是民主派 就是本政府的 简单来讲反建制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翻盘 我们区议会也如是 我们这么多的区域 我们基本上 起码一个区议会的主席 夺不到 因为很大程度是 共产党的渗透跟收编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踊跃的去登记 当选民跟投票 选民主派的议员 不论是本土派民主派 或者各方面的一个 奉行公益的议员 进入到区议会跟立法会 才能够有机会翻盘 但你说机会大吗 机会非常的低 但是就算多低 我们都要做 因为不是有希望才会行动 是行动才有希望 行动就是在于 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立法会 过半数的议员 是民主派这个事情实现起来 那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才能勉强的 阻止恶化的 恶法的通过 否则一切形以如意 没有改变 那希望大家能够 奉行这个事情 因为民主普权 应该离开我们很远了 因为特首 经过那个2014年的 那个挫折之后 基本上都不会再民选了 但是我们起码 守得住立法会的 这个仅有的 民选的那个议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 当然小明先生也有一些人 非常的乐观 对于这次的大游行 能够带来的影响 那么他们也感到乐观 主要是什么呢 2003年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有50万人走上了街头 那么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实施 所以也有人希望 通过6月9号的这次大游行 能够阻挡这个恶法的修订 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这么乐观 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 当时他的特殊情况 实际上就是从中共这方面考虑 大概也没有像习近平这么强硬 另外香港的他的自由党 本身在临阵他倒戈了 而且民主党有八个议席 这八个议席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个问题上 本身有一个他的特殊情况 而这一次自由党只有四票 而且大概顶多有三票 有可能会动摇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从目前的选举情况来看 实际上这个可能性也不存在 但最重要一点在于 就是说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控制和渗透 它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 2003年那个时候了 所以中共用了各种卑鄙手段 剥夺了多名民选议员的资格 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一个民主国家 民意就是最高的权威 民意就是天意 但是中共居然以各种 就是说很卑鄙的手段 来剥夺民意的 选出来的民选议员 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 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立法会 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 这种强奸民意的这个立法 有很大的机会是会通过的 所以而且香港的这个政府已经公开表态 就是要继续推进 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在意民意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50万人上街 100万人上街 他完全不在意的情况下 这个实际上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这种抗议行动 只能就是说在香港目前的这种环境下 可以改变一下 让大多数的民众能够看到这种局面 或许以后会有机会 比方说今年秋天的选举 或者明年的选举 这个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 但是从眼下来看 目前的局面很难打破 好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下面这位署名叫杨柳的这位网友 他说就算改变不了结果 也支持香港人的勇气 在大陆修改法律 都是说改就改了 老百姓有谁敢说个不字 而这位署名叫吕卓的 这位网友说土共已经乱了阵脚 此时在香港弄个逃犯条例 不是高级黑 便是已经无力控制局势 这明摆着坚定了 让美国把人权问题加进贸易战 看来土共已经没有能力 控制整个局势 内部也离心离德 即将分崩离析 还有这位署名叫Iwa Chung的网友说 仅仅150年的分别 香港人才是中华民族 真正站起来的人 感谢李鸿章 如果没有当年的卖国 何以有香港在危难时刻 显出的英雄本色 我们今天都是香港人 而这位署名叫范强的这位网友 他说香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每个人认为政府的错误是需要监督的 监督的责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大陆人民也是有光辉历史的 但现今让共产党把历史割断了 每个大陆人民不是不懂得 现今政府是如何的邪恶 但监督政府他们不认为是他们自己应尽的责任 大陆人民醒醒吧 而这位署名叫玉璽的网友说 逃犯条例就是送中条例 中共国可以肆无忌惮地来香港抓人送回中共 这就是香港法律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就是一国一制了 还有这位署名叫赵贤的网友 他说这要是通过了 欧美的对港政策也没了 香港的有钱人和外资都得跑了 就香港那点地方又没有资源 没了这些 我都准备好零钱 等香港人过来要饭了 几位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请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评论的是中国政府的反应 刚刚我们也有一些网友说 土共乱了阵脚 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评论 我们来看到在香港大游行发生之后 中国官方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 连续两天也在回应记者的时候说了 今天他的说法是他要坚决反对 特别他提到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来干预香港的立法 那么在这个中国方面呢 也有一些这个官媒环球时报呢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说 反对派勾结西方势力 是撼动不了香港当局大局的 香港反对派这种 斜扬自重的政治操作方式 既不得人心 也与落实一国两制这个主题背道而驰 然而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 这些勾结活动和由此制造的波澜 都是些无聊的泡沫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您怎么看北京这些说法 那么所谓的外力影响 这个很多时候经常会被北京所提出来 您认为北京是否预期到 这一次这个逃犯条例 会在香港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和抗议 好的 我们要知道香港 它能够被国际社会高度接受 最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是一个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 香港当局这个送中条例 它本身威胁到了这个金融中心的客观存在 那么因为香港这个特殊地位 在香港有几十万外国人在这儿生活和工作 那相关的国家当然要出来表达关切 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国家的人民在那儿的生存安全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事情 我想假如中国人在海外 遇到这种重大的危险的时候 中共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表达态呢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中共把香港的上百万市民 冒着酷暑参加抗议活动 说成是外部力量的影响 这显然是把他 用中国的观点来说就是什么 不了解真相的这个情况 可问题香港市民能够了解全部的真相 香港市民有言论自由 有信息自由 所以中共这种说法 显然是对香港市民的一种污蔑 香港的市民是自由人 他不是奴隶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所以这一点中共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 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自我解脱 它不敢相信 不敢承认香港的民意 另外我个人猜测 这次百万市民大游行 应该是超出了中共当局的预料 他们不会想到这个会遭到香港市民这么强烈的反抗 所以这点实际上他们是没有 他们不敢直接面对香港市民 所以他们指责所谓的外部势力 谢谢 好的 那么桑普律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到此 到目前为止的相关反应呢 中国外交部耿爽呢 他一开始就说游行人数远远低于一百万 但既然这么铁齿 为什么新兴华社要删除这个数字呢 他只是跟我们讲啊 我们听到他这么讲 但是国内的所有14亿的人 在这个防火桥里面的人 没有看到那个数字 为什么这么的怕呢 他要解释啊 第二个他说那个80多万的市民参加了保公益 通修力的大联盟的那个情况 那已经证实是灌水的 就是非常多的水分在里面的 那这个地方他又怎么解释呢 80万根本是可能连8万都没有的一个事情 现在有103万 他硬称是24万人 但是我们很多的大数据 跟那个所有的那些统计学的分析 即便是主干道已经超过了50万人了 更不要说那个是其他的支流跟干道 所以103万人可以肯定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数字 第二第三个事情是他觉得是外国势力的一个影响 他有两个坚决吗 坚决支持两个秀利 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预 那么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坚决支持秀利 就很肯定了 现在根本不是林郑月而在推动这个修法 修法的推动是中国 外交不应减的 是坚决支持嘛 所以很肯定的说 如果要这样做 美国跟香港的政策法 很可能会被辞职的修改 或者说取消 或者运用它来惩罚香港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美国香港政策法法是1992年的时候定立 是固与香港一个统地关税区的地位 前提是两个英文字叫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就是你香港必须有充分的自治的前提下 才能够给你享有政治经济贸易政策上的地位 当美中有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不会对香港获征收关税 是因为有美国香港政策法 否则把这个政策法拿走 就等于说美国视香港为中国的一个 同等的一个部分 跟上海跟深圳跟广州 没有分别的时候 关税就会来了 那另外一个贸易的优惠也会出现 所有香港的居民 他们拥有的护照 免签证的优惠 或者签证比较容易审批的地位 不但是美国欧盟或者日本也会重新的检讨 我们申请了工作的签证 旅游的签证 甚至是各方各地移民的条件 往往会收紧 所以政治为什么 现在是存亡绝续的时刻 也在这个地方 那前阵子国务院的发言员 奥特加斯 叫摩根奥塔克斯 召开定期的新闻发布会 讲出了这一点 认同香港人的忧虑 担心通过条例会破坏香港的高度支持 所以香港长期能够保持 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 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个事情非常的忧虑 而且美国也忧虑跟关心 香港的营商环境会变差 面对中国反乎无常的司法制度 非常的恶劣 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为什么中国会这么的气 是因为说美国板明 真的要跟他对决了 那现在中国的态度是 你要做的话 就是所谓他说的 不愿打不怕打 必要是不得不打 那这个地方他不得不打 是不是最后也会在这个地方 拿香港带个棋子 那个棋子来摊牌呢 这个是让香港很忧心 但是香港就是说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去守护自己的自由跟公益 这个是我的看法 是 桑普律师您再稍后一下 我想下一个问题继续请您来谈 这个是我们的一位网友 实际上谈到的 就跟您刚刚触及到的议题很有关 这位署名叫龚格的网友 他说 请问嘉宾 这次香港反送中的大游行 人数规模创造之最 是不是与目前中共 在和美国打贸易战有关 因为现在中共体制内 有人放风说 这次香港大游行 是贸易战 是外部势力操纵香港的结果 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 一分钟左右时间来回答 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 刚刚您也提到了 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改变 对香港的政策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说 来自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 就在推文里面当中提到 如果中共这次要强行地 来通过这个引渡条例的话 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来重新考虑 对香港的政策了 针对这两个问题 能不能请您简单地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桑普律师 对 对第二个问题 Ted Cruz很肯定 他是比较少讲香港的 比较多讲香港 是Marco Rubio等人 但是Ted Cruz一直讲 证明了美国的朝野上下 不管是政府或立法机关 跨党派的 就算民主党的那个McGovern 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美国真的运起来了 那回到第一个问题 香港的确是中美国益的一个重要的火药户 它这个地方等于说 美国也想说保住香港 但保不住的时候会不会放弃香港 保住台湾 这是我忧心的一个政策 但现在中国就看准这一点 它就觉得说 美国如果放弃香港 就趁这个机会把香港吞掉了 这这个完全取消到一国两制了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存在 这个趋势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 如果说香港市民能够 将显出它跟香港政府 跟中共政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还是可以争取到 外国同道的支持 那这一点也是很多人 在默默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说不要弃蕾 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见分晓 我们看到 究竟现在那些 那个商界的议员 会不会回心转意 还是硬到底 一错到底 我们就是下个礼拜十就见分晓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下面这位署名 灯火熄食的网友说 共产国国际是没有加的 他们做的只有轻食吞并扩张 百年前诞生以来 从来没改变过 而这位署名叫李明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 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陆人 强力支持香港民众的示威抗议 正义永远站在民意一边 独裁暴政 必定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箱 还有这位署名叫 知君柱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中共执政的本质是维护极权利益者 香港的民主自由 是向大陆渗透桥头堡 必定影响了中共的独裁政权 中共利用霸王硬上弓手法 去打压香港民意 必会更加深远国际社会的愤恨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将军的网友说 游行能坚持多久 如果警察清场 你们还能坚持吗 雨伞运动不是以失败告终吗 中共绝对不会让步的 如果中共让步了 中共不怕以后 香港人会用游行 让中共来继续让步很多问题 而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几位网友们的看法 那么这位署名叫 陈瑞雄的网友 他说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 早已名存实亡了 这次引起巨大反弹的送中条例 再度见证了北京政府 对香港司法的践踏 和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美国政府应该取消 港府的独立关税地位 来作为反制了 那么几位网友的看法 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到了 那么最后我想 我们节目大约 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各自请两位嘉宾 小明先生以及桑普律师 一分钟左右时间 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那就是很多的媒体形容 这一次针对这个反送中的大游行 这是捍卫香港的最后一次斗争 是香港的背水一战 所以无论成败都要来展现出 香港市民他们的良知与勇气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 从发展到目前来看 您觉得香港人做到了吗 毫无疑问 绝对做到了 而且做得非常好 香港市民中的很多人 他们出来抗争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成败问题 对他们来讲 是这是唯一的选择 即便失败也要站出来 所以这一点 而且香港有百万人出来站出来 这反映的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状态 而是反映了香港市民 整体的良知和勇气 最重要的是 香港市民的良知和勇气 已经感染了无数的中国人 也震撼了世界 所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那么从目前来看 现在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 对香港市民来说 这确实是生死之战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也成为他们的荣誉之战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对于中共来讲 他们的荣誉 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 所以中共是不可能让步的 那么对于香港市民来讲 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谢谢 好的 桑普律师一分钟时间 谈谈您的看法 这么多年时间 我很少觉得说 香港人是非常的令人自豪 但这一次我真的真心的 为我自己身为香港人 而感到自豪 无论这一次成功或失败 这个是在所不惜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展现了我们的勇气 我们展现了自己的良知 我觉得说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全球的同道 公民社会 所有花国组织 真的要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到香港来 在地的声援香港人 另外一个方便 香港人也会有罢工 罢市跟罢课会召开 甚至罢考 罢领新的身份证 甚至是罢 来拒绝是政府的统计等等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这个地方从自己做起 能够好好的把香港 这两个礼拜 就不要只不赚钱了 真的为香港的生存而努力 我相信这个得不顾必有盈 这个希望就在明天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好的 谢谢两位 那么节目最后 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 我也想请两位嘉宾 继续停留在现场 我们来听听几位网友们 对于香港 他们的看法和感受 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义武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一百多万香港人上街游行 反对这个逃犯条例 是香港人的心声 全世界都通过各种自媒体直播 看到了真实的现场 可是中国的官媒封锁消息 一个字都不敢提 怕到如此地步 更可恨的是香港某网站 竟然不要脸地颠倒黑白 睁着眼睛说瞎话 用寥寥无几地支持遣返者的照片 说明这是香港人的心声 这是赤裸裸的无耻 而这位署名叫 Eva Lai的网友他说 第一次第二次反送中游行示威 多数中老年人 年轻人很少 年轻人因为雨伞运动 而变得异性阑珊 但是69这次游行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出来了 有的是偕老浮幼出来游行 香港还是有希望的 而最后我们来看看 这位署名叫 Chill Choi Bang的网友他说 有情有义 无惧无畏的香港人 无条件支持你们 香港人从对华侨华人的救助 到8964 对大陆学生市民 和民主人士的营救 再到今天对港人权益 挑战北京最邪恶的政府 拒绝恶法 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 桑普律师 还有小明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的网上参与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 继续带您聚焦香港 民意与权力的对决 大游行 能够阻止引进法骂 也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